人最早在地 躺在嘔吐物中叫都叫不醒 冬華大學學生 操好學長姐強行灌酒新聞 爆出社會一片嘩然 冬華大學校長 找來當初灌酒提供的學生 還有老師一起來開座談會 還把過程錄下來 製成短片說媒體公審 要求媒體還給他們公道 短片的老師提問灌酒的學長姐 以及被灌酒的學弟妹回答 澄清要還原當天情形 你們是怎麼講的 當天的情況是 我們也是溝通到一個階段 大家也都喝了酒 林同學也是說 這邊也沒有學長 在搶一下學弟灌酒 我把他扛回去了 我們對於這樣就是 看到他這樣會覺得很難過 同學回憶當時 還是對林同學被灌倒 在地十分心疼 而且學長學弟之間 對於該不該以喝酒 當作溝通方式 其實早就有意見上的出入 我們大一大 就是大概就是 是有達成的公式 就是覺得說 不必要到喝酒的這種地步 對我們可以覺得是 喝酒的溝通方式是OK的 他們不需要喝酒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換其他方式去替代這個 以前跟學長姐 就是相互溝通的方式 喝酒竟然是系上的傳統溝通方式 學長還不斷強調學長學弟制的重要 影片出發引發更多網友質疑 學弟說話的時候 後面對學長姐老師盯著 他敢講內心真實的話嗎 為什麼總覺得大一生 講話支支吾吾的 還有人質疑當事人 也就是被灌罪的林同學 怎麼沒出來說說話 東華大學特地做了這段影片澄清 但是新聞爆出當天 對於媒體提問都不願回應 時候PO影片要公道 反而讓網友酸說是 終於串完了 還說把目擊影片拿出來 才是澄清 下方想要討拍 反而適得其反 記得花蓮綜合報導